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触达Roku基顶盒的数百万用户 在圣诞节当天AT&T旗下华纳兄弟出品的超级英雄电影 《神奇女侠》1984将在影院上映的同时进入HBO Max平台 这将立好HBO Max和Roku 这部电影的首映将是HBO Max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时刻 Roku是HBO Max到目前为止尚未覆盖的最大渠道 那就代表着从17号开始 使用Roku的美国观众就可以直接看HBO Max了 同时它与Netflix Disney Plus将会形成平等竞争 目前大部分的颁奖及电影宣传所使用的线上平台 也可以在Roku使用 下面来看传奇天后Whitney Houston的传记片拍摄新闻 日前已故传奇天后Whitney Houston的全新传记片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敲定了主演人选 曾采演了《星球大战9》的女性Naomi Aki将扮演年轻时的天后 该传记片的片名采用了Whitney Houston的经典灌单舞曲的名字 本片将会从她横空出世 一鸣惊人讲到其悲剧性的离世 该片将由爱知情照的导演Stella Mage指导 并由曾指笔《波西米亚狂想曲、万物理论、至暗时刻》的编剧 Anthony McCartan负责剧本并担任制作人 据悉该片已经被索尼影业获得发行权 定党在2022年在感恩节面试 再来看影片《谍中谍7》的近期拍摄风波 近日在《谍中谍7》片场 Tom Cruise怒骂了违反电影拍摄疫情规章的剧组人员 现场音频同时被曝光 据悉阿当哥的怒火是朝向两个剧组人员 他们在伦敦片场拍摄时违反疫情下的拍摄安全规章 所占的位置距离彼此小于两米 Tom Cruise是《谍中谍7》的主演和制片人 他在音频中也表示 如今好莱坞在疫情下重新开始拍电影是因为我们 我们创造了数千个工作机会 就是这样不接受道歉 你们可以去对那些因为我们的行业停工 而失去工作的人们道歉 按照要求一旦电影片场有感染的案例出现 拍摄需要马上关停至少两个星期 而这样会造成很多人丢失他们的工作 一起来看热门少年漫画《悠游白书》的最新翻牌新闻 Netflix官方宣布将把日本漫画家 傅坚一博于1990年12月3日到1994年7月25日 于极英社旗下杂志周刊少年账上连载的少年漫画作品 《悠游白书》改编为真人版剧集 故事讲述了一个14岁的不良少年 普犯幽柱为了救一名小孩而被汽车撞死 有位灵界并没有预计到她的死亡 并没有她的容身之处 所以她得到了一个重生的机会 经过了灵界的考验 幽柱终于重回到了自己的身体 并成为灵界侦探 漫画《悠游白书》曾在1992年被改编成动画剧集 1993年和1994年被改编成动画电影 这次是该IP首次被翻拍成真人剧集 再来看著名古巴女演员Anna和Netflix的最新大片合作消息 曾经在电影《历任出窍》中 有着出色表演的女演员Anna De Armas 又有了芯片计划曝光 据了解她将加盟漫威班底的影片《灰色人》的剧组之中 合作主创罗素兄弟 演员美队Chris Evans以及Ryan Gosling Anna De Armas来自古巴 因在2019年主演了悬疑电影《历任出窍》 并因此获得了第77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音乐喜剧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据了解Netflix非常看好这部影片 并为该片开出了2亿美人的制作成本 且有望将即打造成一系列007水准的影片 目前该片暂时无具体的拍摄计划与上映安排 下面来看迪士尼即将翻拍 著名游泳运动员的励志冠军之路的影片消息 在《星球大战》中 有着出色表演的Daisy Ridley将会在迪士尼流媒体平台下 出演一部名为《少女与海》的体育运动题材影片 而她在片中的具体角色则是史上第一位游泳横步 殷吉利海峡的女性游泳运动员Gertrude Adderley Adderley在1924年的奥运会上获得了金牌 也促使她决定尝试横步殷吉利海峡 由于之前只有5位男性完成过这个壮举 所以很多人并不看好她 认为女性的先天条件 决定她们是无法完成这一挑战的 但这个21岁的女孩不仅完成了横度 而且只用了14小时34分钟 比男性最好的成绩还快了两个多小时 从影片的故事梗概来看 本片将会被拍摄成一部励志题材的影片 目前该片暂无具体的拍摄安排 一起来看著名女星Numi Rabbis 即将饰演女版哈姆雷特的新闻 曾出演瑞典版影片 龙温生的女孩的女星Numi Rabbis 将主演一部新的哈姆雷特电影 饰演女版丹麦王子哈姆雷特 该片由Ali Abbasi指导 明年秋天开拍 Rabbis对创作团队十分有信心 认为把一个丹麦故事 加上Scandinavian式的润色 和这群人一起带给全世界 是梦想成真 哈姆雷特是由英国剧作家 威廉·莎士比亚最富盛名的作品之一 讲述了叔叔Claudius 谋害了哈姆雷特的父亲 篡取王位 并娶了国王的遗孀 哈姆雷特王子因此向叔叔复仇的故事 该剧作从问世至今 被多次改编成舞台剧 歌剧以及影视作品 最后一起来看 好莱坞著名歌舞片演员的故事 即将被影视化的新闻 日前许久没有出演 歌舞片的专业舞蹈演员 Jimmy Bell又有新片计划曝光 据悉他将会在新作 《费雷德·荷金格尔》一片中 扮演好莱坞黄金时代的 著名歌舞片演员Fred Astaire 而与之配戏的则是出演影片 好莱坞往事的女星Margaret Qualley 她将扮演另一位歌舞片演员 Ginger Rogers 在好莱坞的黄金时代 歌舞片是荧幕上最为赤象的片种 而Fred Astaire就是被尊称为 《荧幕舞王》的男演员 他和Rogers的舞蹈一时风靡全国 形成了美国三十年代 歌舞喜剧片的风格 对美国歌舞片的发展很有影响 据悉《费雷德·荷金格尔》将展现这两位荧幕传奇人物的生平故事 以及戏里戏外的爱情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